受去年秋季降水偏多等因素影响 北京顺意兆泉营镇部分耕地 没能够及时地播种冬小麦 因此今年有合作社选择开春之后 种一茬春小麦 在顺意兆泉营镇的 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内 悬波机正来回作业 以前播种春小麦 翻地 爬地 悬耕 播种 镇压 这五个流程缺一不可 这几年 合作社更新了农机设备 现在使用悬波机种春小麦 只需要翻地和联合播种两个流程 平均一亩地可以减少40到70元的油料钱 以前咱们这机的播着有漏籽 这个播了以后没有漏籽的现象 这个播种机下总量就是精确 速度快就是整地还平 原来要是播80亩的6小时 现在也就需要3个多小时 也就完事了 原来是花式戏就是人类 眼睛得盯着标杆 跑完了它这个作业量 作业效率低 现在提高了 合作社总经理陈国龙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预计在顺义区 播种春小麦2000多亩 这在以前可是没有过的 由于去年受到天气影响 合作社部分地块 无法及时播种东小麦 为了不让地块撂荒 今年合作社选择播种一部分春小麦 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雨水比较大 天气比较特殊 导致咱们农业机械 进地的时候经常误车 还有这个土壤伤情呢 达不到这个耕种条件 土地特别湿 没法进行播种 春小麦的生长周期只有90多天 比冬小麦120天的生长周期要短 因此春小麦的产量 也会比冬小麦略低一些 但合作社负责人表示 这对全年粮食产量影响不大 另外合作社还积极推进两种选用 精细化田间管理 保证粮食丰产丰收 比如合作社正逐渐对种植地块 进行分区化精细化管理 每个区域都有负责的队长 刘洪顺就是眼前这片耕地的负责人 我们每天都在地里来 天天的 一天365天我天天来的地里 它的波期都不一样 各个地的长势不一样 那个内才有那边有波得不好 有波得晚了 它长势不那么齐 你得瞧它 瞧它到时候得解决问题 我们合作社现在在顺域区乍仙阳镇 总共流转土地一万两千多亩地 通过每年对基业设备的升级 更新 还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 还有农技人员对我们的指导 每年的产量 预计都能达到900斤到1100斤 观看 文字幕志愿者 知彌